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template vf 它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vf是一个指令 我们需要把它听交到一个元素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想切换 同时切换多个元素 切换多个元素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里面的元素是它的子元素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增加一个html的标签 对吧 如果我们不想增加这个html标签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template元素 单独包装元素 并在上面来使用vf 就那种渲染效果 结果是不会去包含它的 它是什么样的呢 就像这样来的 好 那么这样我们直接一个template的这一块 虽然在html当中是没有这个标签 没有这个元素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像这样 构建这样一个元素 那么它相当于是一种类似angular的指令 那么这一块在实际当中渲染的时候 它是不会包含它的 然后仅仅只是我们用一个vf来控制这么多个标签在这里 好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模一样的例子 只是刚才的例子上面 我们把vf移到了这样一个template的这样一个虚拟标签上面 然后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好 我们发现这两段文字都在这里了 中间的这个div跑到这里了 但等到五秒钟之后呢 它自动又消失了 好 那么这一个的话我们要怎么来看 我们先来审查一下元素 先看一下 仔细看 在我们的body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发现它是没有我们的这个template的 好 在消失之前 它是没有我们的这个template 好 看到了没 并没有我们的这个template 但是呢 它会直接就像这样 起到一个作用 那么它和我们的普通的这一块 不 不同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 如果我直接放个div不就结了 对吧 何必像这样去写呢 我放一个div 一个负极元素 能不能这样实现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里它会包含了一个div标签 好 在 如果它是显示的话 我们就会多一个标签 否则呢 去除的话 清除倒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template的话 在template这里 那么在我们的最终的显示这个元素里面 它是不会显示出来 好 它不会显示出来 那么对 对于多一个标签 少一个标签 这一块的话 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 对代码要求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人来说 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的人来说 好 这是非常好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template v-f 好 非常的简单 对吧 谢谢大家